来 最后看一下李嘉珍的问题 他问宝哥 一罐IP这个磷肥 是不是可以促进到身后的生息 用200杯会比用800杯熟得更快吗 还有老师有说过 这个磷肥如果是在土壤 可以把磷肥的有效性增加到30%左右 这样如果用农林菌 差不多可以增加到多少 这个到底有多少的比例 其实大家都在研究 但是很难去估算 比如说像这个磷肥 磷肥的纯粹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如果说 比如说每个都 你的肥 很难去比较 这原因是困难的对治疗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企业 我们只能用比较 比较的这个方式 比如说我这个是对照 我没有放 那么我这个放荣林菌 没有放化肥料 我这个放荣林菌 放一半的化肥料 我这个放荣林菌 放全量的化肥料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全量的一个 这个磷肥 这个磷肥 就全量的一个化肥料 和荣林菌的这两个 其实他们两个生长上没有差异 产量各方面都没有差异 所以完全 简单来说就是说 你若是 没有用荣林菌 你放荣林菌 我用这包用一点荣林菌 我就完全都给你拼过 但是这里面很 很特别 就是说我把这个肥料 我把它减到二分之一 然后我加荣林菌 他都比你单独用荣林菌 比你单独用荣林菌 用荣林菌的这好个个更好 所以大家有做过这种 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 所以那么这个要说 他提高他的效益多少 大概我们的 可以说 增加荣林的这个有效性 至少在50%以上 那是这种的一个好个体 但是这个条件就是说 你适当的给一点磷肥 但是不要让他想 并说我们很多都会建议 说我们给荣林菌 我们肥肥 并说你的肥肥 那个磷就用少一点 用少一点 不要用多肥 这个大概 那少一点 可以少一点 就是说原来的三分之一 以便说你一分之三十九 打一包 还是说你 你用一包的过磷酸钙 你甚至可以用三分之一包就好了 可以减掉三分之二的零 你如果用荣林菌 有这样的效果 你现在不会比较差 所以这大概是 这种的一个好个体 所以这你可以先了解到 那么这个IPE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因为不便宜 所以呢 这个在 他的这个 铃的这种 算于铃的这个有效性的 这个提升 那么他在这家 在有效性的这个提升 那么他最主要 最主要这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知道你如果 像这个铃肥 你把它落在这个肥肥底 假设你给他下在地上 他其实这个效果呢 其实是没有特别的好 就是说他下去 你就是更好的铃肥 你下去 他能吃到的也是很有限 那么也被铃会被固定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 用IPE的这个 当然这是人的一个 这种 他的一个 简单说是他的这种 嗯 专利 这应该是他的专利 那么这个 这个公司 他可以去做一个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 他从颗粒上去改变 他从这个IPE的这个 这个技术 来给他提高 其实 简单来讲 他就是减少被 零被作物的这个固定 这个东西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重点 这个重点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第一个就是说 在土甲底 更容易 来把他吸收 比较不容易被固定 这是第一个 那么IPE在 这个当初的一个研究 当然他们最重要的是 有去 去认识到 这种 我们分离这个 效应 分离这个效应 他们的时候 那么他有当时 他会去 过度的刺激植物 过度刺激植物 就是我们要淋 然后用多的会降低产量 他会过度的刺激植物 对吧 那么他去过度刺激植物 的时候就 比较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简单来说 他 就对植物的解决 这种体产量 其实是降低的 所以 这个简单来说是这样 所以他们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 这个IPE 事实上是一个生物刺激剂 它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成分 既然叫生物刺激剂 它是一种天然的成分 所以它是 这个化学肥料 然后再加上一个生物刺激剂 在这里 那么 它最重要这个目的就是说 它可以 防止磷的固定 从那里用荣林菌的 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说 他在这个页面上 在这个页面上就可以减少 对于这个过度的这个刺激 所以 那么 他在这方面来说 他在用荣林菌 用荣林菌特别明显 用在页面上就比较不容易 就 页面喷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 就是说 对产量的这个降低 所以吸收的这个部分来说 比如说你可以 是不是可以促成新叶成熟 那么这个呢 所有的磷都有这样的效果 不是说我们这个IPE 才会有效果 都有 你说用200倍会比800倍 你叶子还没成熟 你就是过度去刺激它 这个我不知道你的目标是要做什么 因为你总是要让它长大吧 你这个就是更少 你也希望说可以让它早一点 就是我们不要让它想过头 但是你也不能说 幼稚园就要叫它结婚生小孩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它有一个适度 所以你说用200倍 是不是会比800倍更快 会 而且会更快掉叶子 因为你的 你的荣林菌用这么高的这个磷 去200倍的磷去刺激它 他的荣林会很早提早成熟 这个对于产量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还原来说用这么高的这个东西来在荣林 大概在500倍我还能够接受 就是说他要 他要为了某一种目的 要加速到他的页面的一个成熟 你可以用500倍 但是千万不要用到200倍 因为这个还是有可能会受伤的 这提供给你做参考